大洛杉矶台湾会馆还有北美洲台湾人医师协会 9号则是特别联手呼吁了国际声援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并且是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出席世界卫生大会 中国这样子打压 他更得不到台湾人的人心 这不是他所需要 他一直想要的吗 我觉得他这一步真的是走错了 中国是泱泱大国 我希望说 健康就是健康 政治就是政治 当然政府已经表达了遗憾跟失望 还有不满 那当然主要是因为中国大陆的施加政治压力 那我想我们今天在南加的我们的桥界朋友们 他们也对我们台湾没办法接到邀请 我们觉得非常的失望 除了呼吁世界各地的台湾人一起站出来之位 众长夏季超跟表示已经投书给美国的主流媒体 希望国际间更加来重视台湾在全球防疫体系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持续来为台湾发声